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看2022年11月份本田ACRA、斯巴鲁、马自达在美国市场的末端销售情况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 本田美国宣布,本田集团今年11月份一共在美国市场末端交付量为79,862台 同比下降6.1% 今年1到11月份本田集团一共在美国末端交付量为889,664台 同比下降34.7% 今年11月份本田品牌全美末端交付71780台车 同比下降5.2% 不论本田官方怎么说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月度销量表现来看 每个月的月份销量都差不太多 今年不产量决定销量吗 那从跟历年来的月度销量表现来看 今年各个月度跟往年跟正常年景的月度销量来比 还是差不少的 那在正常年景下呢 本田品牌在美国市场每个月都是十几万台的量 过十万呢都是常态了 那今年除了二月份是近十万台之外 其他每个月呢都在六七万台左右徘徊 今年一到十月份本田品牌末端交付量为 七十九万七千七百九十四台 将近八十万台哈 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那从这个图中呢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来哈 今年在美国市场的末端销量 跟其他正常年景的同期销量相比 还是差着不少的哈 今年呢首先是产量决定销量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再一个呢由于产量决定销量呢 厂家的批售量和零售量 这两个数字呢基本是一致的哈 生产多少批发多少就卖了多少吗 今年呢也是从我开始关注美国汽车市场以来 市场最怪的一年 所以经常有朋友让我预测一下 这种怪现象呢将到何时才能结束哈 恕我猜输学浅 你这事就别说我了 就这种情况我想大家谁也没曾遇到过 更很难说什么时候能结束哈 只是作为一位普通的消费者呢 我也希望黎明早日到来 什么张学友啊 郭富城啊 刘德华这该来快点来哈 AQR品牌 今年10月份在美国市场 末端销量为8082台 同比下降13.8% 都是一样的状况哈 今年各个月度的销量都差不太多 除了3月份4月份 这两个月份呢分别过万台以外 其他的月份 每个月基本都在5000多台到8000多台之间震荡哈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AQR品牌呢在正常年份的时候 单月销量过万呢是比较稳妥的 那这么一笔呢 AQR品牌的销量今年确实差很多哈 今年1到10月份 AQR品牌一共在美国末端交付量为 91870台车 同比下降37.2% 那看这个图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今年的1到10月份的销量 跟正常年景的销量相比 显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本田品牌分车型来看 雅阁今年10月份 在美国一共交付了13792台 同比下降7.2% 今年1到11月份 雅阁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3606台 同比下降27.7% 思域 今年10月份一共在美国市场末端交付 11390台车 同比下降11.9% 今年1到11月份 CVIC一共在美国交付了 119023台车 同比下降51% 今年的思域掉的还是有点多的哈 CRV 这也是官方重点表扬的车 今年10月份呢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9666台车 19666 这数哈 仅下降了4.9% 表现还可以 今年1到11月份 CRV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18870台车 同比下降34.9% HRV 今年11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9027台车 同比下降11.4% 今年1到11月份 HRV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09102台车 同比下降14.3% 奥德赛 HRV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755台车 同比增长56.9% 今年1到11月份 奥德赛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9611台车 同比下降45.4% 今年11月份 PESPOR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476台车 同比增长24.5% 今年1到11月份 PESPOR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7704台车 同比下降22.3% 那从近几个月 大家可以看到 就今年的月度销量 照去年同比 好多车型都有了一个提升 只是今年总销量 照去年还是差很多的 PILOR 今年11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7781台车 同比增长2% 今年1到11月份 PILOR一共在美国交付了90576台车 同比下降31.3% Ringeline 今年11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2888台车 数也挺壁啊 2888 同比下降15.3% 今年1到11月份 Ringeline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9,066台车 同比增长4.1% AQRA品牌的 Integra 今年10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248台车 今年1到11月份 Integra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0924台车 NSX 今年11月份 今年11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45台车 今年1到11月份 NSX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81台车 同比增长128.5% TLX 今年11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674台车 同比下降41.2% 今年1到11月份 TLX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0694台车 同比下降58% MDX 今年11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4028台车 同比增长13.4% 今年1到11月份 MDX一共在美国交付了41292台车 同比下降24.3% RDX 今年11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1087台车 同比下降72.7% 今年1到11月份 RDX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2380台车 同比下降58.2% 在非存汽油车这块 本田集团全口径 今年11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5371台车 同比下降20.8% 今年1到11月份 非传统汽油车 本田集团一共在美国交付了89363台车 同比下降8.5% 斯巴鲁官方表示 尽管供应链受到持续的挑战 但销售依然强劲 他们要感谢他们的零售商 继续展示最高的水平的销售效率 和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能力 你难道不应该感谢你的客户吗 不应该感受你消费者的支持吗 今年11月份 斯巴鲁一共在美国市场交付了50138台车 同比增长51.7% 这真是同比大幅度增长 那斯巴鲁这块 我们看它今年的每个月的月度销量 可以看出来 由于产量决定销量 今年每月的月度销量都差不太多 每月都是四五万台的量 但也可以看出来 如今它这月度销量重新回到五字头的销量 实际上跟正常年景的月度销量差不太多了 似乎是回归正常的表现 今年一到十月份 斯巴鲁一共在美国末端销售量为 499821台车 跟正常年景的同期相比 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斯巴鲁分车型 阿萨呢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5673台车 同比增长0.8% 今年一到十月份 阿萨一共在美国交付了56724台车 同比增长5.6% 虽然阿萨的量啊 这几年来呢 是持续的在增长 但是也可以看到 它五万多台的量呢 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存在感呢 也不是太强 全新的BRZ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12台车 今年一到十月份 BRZ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020台车 Crowcheck 这也是官方重点标注的车型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2672台车 同比增长100.7% 今年一到十月份 Crowcheck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41651台车 同比增长20.1% 森林人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9211台车 同比增长147.7% 今年一到十月份 森林人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0570台车 同比下降28.6% Impreza 一报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861台车 同比下降33.5% 今年一到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8351台车 同比下降7.5% Lexy 今年十月份 今年十月份在美国交付了2166台车 同比增长110.9% 今年一到十月份 Lexy一共在美国交付了20480台车 同比仅下降2.7% 奥拜 奥虎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5069台车 同比增长44.2% 今年一到十月份 奥虎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32465台车 同比下降6.7% 在十月份 斯巴鲁的存电车型 Tera 也是全面开始交付用户了 十月份 一共交付了94台车 WRX 含STI 今年十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2080台车 同比增长89.4% 今年一到十月份 WRX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6466台车 同比下降34.4% 从斯巴鲁这些车型可以看出来 十一月份 同比增长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个别车型也实现了同比增长 下面我们看马自达的 今年十月份 马自达全美末端交付26906台车 同比增长30.6% 从今年的月度销量来看 今年每个月的销量 也都是比较平均的 每个月都在两三万台左右 除了五月六月表现的稍微差点之外 而如果我们拿今年十一月份的月度销量 和正常年景的月度销量相比 似乎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 如果不是看到 地雷展场上的空空如也 和听到报价之后的瞠目结舌 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我 今年市场上的各种怪异行为 那我真从数字上看下来和正常年景 没有太大差异 今年一到十月份 马自达在美国市场的末端销售量为 267617台车 虽然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是有下滑的 同比下降了14.6% 但数字是不骗人的 大家看一看 今年的一到十月份的表现 和2019年同期相比 表现的还好一丢丢 分车型来看 马自达三全系 今年十一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023台车 同比增长20.9% 在十一月份 马自达三车型的增长 完全是由三项车带来的 三项马三今年十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2124台车 同比增长39% 今年一到十月份 马自达三一共在美国 交付了25781台车 同比下降27.7% 马自达的MX5米亚塔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449台车 同比增长90.3%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马自达米亚塔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5433台车 同比下降47.4% CX30 今年十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4457台车 同比增长1.2%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CX30一共在美国交付了48510台车 同比下降11.8% CX5 今年十一月份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2692台车 即便这么老的车型 目前还是单纲马自达的销量冠军 同比增长20.8%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CX50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38082台车 同比下降12.6% CX9 今年十一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4025台车 同比增长74.2%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马自达的CX9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30885台车 同比下降7.8% CX50 今年十一月份 在美国交付了2260台车 量还不见长 还没有上涨的趋势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马自达的CX50 一共在美国交付了18266台车 MX30 今年十一月份 在美国没交车 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MX30只在美国交付了324台车 今年十一月份 只要是在售的车型 除了MX30之外 其他的全部是同比增长的 综上就是今天我们看一看 部分日系品牌 今年十一月份 在美国市场的销量表现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